海鲜老侯上还有一句话 我们要记在心上 他说 阿弥陀佛是我老侯上的根 根什么 命根 我的命根就是阿弥陀佛 那肯定 认真阿弥陀佛是我自己的命根 你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吗 那肯定我生了 发脏自舍几云 帮助一切菩萨 同伐四十八云 就这个意思 有慧苏云菩萨文智 自发勇猛心 笔记丈夫我一耳 笔伐妙愿 我不而乎 故能 缘之满足大愿意 那我发 我学了四十八愿 我发这个愿 每一个学四十八愿人 都发这个愿 那这真真是 跟阿弥陀佛同行之人 那阿弥陀佛的四业 是我的四业 我的四业 就是阿弥陀佛的四业 融成一片了 那三十七念佛四 大家很熟悉 这个发本 是元朝时候 天墨山 老和尚变的 这发本里就两句话很重要 他说 我心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我心 慈戒 就是净土 净土 就是慈戒 中风禅寺说的 说的一点都不错 跟无量手机完全相应 中风禅寺在哪里 当然在极乐世界 又慧疏运 慧疏运 菩萨文旨 自发勇猛心 那 鼻祭丈夫 鼻 是法藏鼻修 我一二 他能发 我为什么不能发 那 我能原制 满足 大愿 特别是自己 我学了 我要法 我要满足 弥陀 大愿 弥陀就是自己 满足 无量 大愿 只能满 一切之愿 一切之愿 就在 往生 净土 这一愿 这一愿 就是一切愿 你不能往生 一切愿 都不能达到 往生 极乐世界 一切愿 都能 圆满成就 那不是假的 又往生 能祝愿 满足 满足 往生 净土 业烈 其一切之愿 惜满足 固远 满足 无量大愿 这句话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有很多的愿望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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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 往生到极乐世界 全都能打倒 你一切愿都满了 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你发个愿 要想把它做到 都不容易 我们发个愿 现在人发愿 都是求民 求利 求财富 求高官 都发这种愿 能不能得到 能得到的 是他命里有的 他命里没有的 得不到 命里面有的是 过去身中修的佛会 这一生呢 来享受 大的佛会 向天福 他到天上去了 小的佛会 在人间 佛想静了 很少有 不堕落的 那为什么 在自己 拥有 名利的时候 偶尔做了 不善的业 到佛想静了 那个不善的业 就 出现了 古报就会泄起 所以古人 又讲三十元 第一是修佛会 第二是享福 享福的时候 把修佛会 忘掉了 造业了 第三是 佛想完了 到山土去了 很多很多 这个例子 不慎为绝 明白这个道理 你能不小心 心不禁圣吗 几个人 大富大贵 还行大善 修大德 行大善 他可以做得到 太少了 享福的时候 人家迷惑了 也行善事 善事 黑小 微不足道 这些道理 学佛的同学 一定要明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往生论主 上这句话 多好 满足 往生 净土一运 一切之运 通通 满足 无运 满足 无量 大运 贪乱 大死 做 论主 就是往生论的主题 这是往生论主题上的话 活盘 拖出 祝福 心碎 活盘 就是毫无保留 丝毫保留都没有 全部 都 拉出来了 供养大众 这是法供养 无上的法供养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欲 子 传声 拇 假